继续来看到花莲县原住民联合丰莲节 从7月21号到23号即将登场了 为了要完美呈现千人共舞的歌舞盛宴 花莲市各部落族人是利用晚上时间 在事工所前面的广场加紧脚步来练习 那么市长魏家宴特别前往探班 慰绕部落族人辛劳 期盼丰莲节大会舞的时候 让全世界看见花莲原住民族的热情跟魅力 在教练指导之下 部落妇女们在炎热夏日当中 随着音乐节奏认真练习大会舞 市长魏家宴和多位县议员 还有市民代表也特别到场 为姐妹们交打气 而现场贵宾也在部落族人热情邀请之下 一起练跳大会舞 大家浑身汗水但也非常欢乐 跳舞的感觉 我发现完全跟不上 那真的很像很对不起老师 但是我持续的 也持续的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跟上老师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已经很尽力了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所有的部落姐妹们 在我们公所前面练大会舞 那也准备了一些茶水跟一些点心 那其实他们要练非常多天 那非常辛苦 天气非常的炎热 那也希望他能够多补充水分 那也感谢我们今天 所有前来的民意代表 包括周俊佑议员 然后还有迪布斯议员也派代表 还有我们李正文议员也派代表 还有我们两位小明龙代表 跟我们平导代表 都有带一些小点心给我们 所有的姐妹们 来给我们补充一下水分 那真的非常开心 那21号到23号 就要办理风铃节了 那也希望我们的游指能够返乡一起参加 那更希望说我们 国内外的好朋友都能一起共襄胜举这一场地表最强的盛会 练舞的同时突然来了几位电视上的明星 包括了潘若迪 小钟 玛丽欧 大根等 他们也加入一起学跳风铃节大会舞 感受花莲原住民的热情与魅力 现场除了有限运员 市民代表带来饮料和点心 让练舞的族人补充水分和热量 县府原民处科长更代表县长带来了排练费红包 鼓励大家热情卖力的练习 也期许所有族人在联合丰联节的三个夜晚能够展现最美丽的舞姿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